陌生男人通过电话,竟让美女十分钟内对自己服从 哈喽大家好,我是蛋妹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服从》 在一个小镇上有着一家快餐店 在周末时,店里的人会很多 这天在上班前,经理得知由于冰柜门没有关紧 导致价值1000美元的食材坏掉了 再加上,今天还有总公司的检查 这让经理很是紧张 和往常一样,19岁的贝奇在这家快餐店里上班 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女孩 在工作之余,她正在和一旁的领班胖女孩闲聊 他们聊的内容大多与男人有关 说到高兴的时候,贝奇炫耀自己有三个男朋友 一旁的经理大妈听到了 想起男朋友久久不向自己求婚 这让上了年纪的经理对贝奇有了一点看法 没过多久,一个陌生电话打来 经理大妈接起了电话,对方自称是警察 然后说,在他们的快餐店里发生了一起盗窃事件 犯罪嫌疑人是一个18、19岁,有着金色头发的女孩 这个描述和贝奇十分的相像 所以经理大妈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贝奇 于是经理让领班胖女孩先做着贝奇的工作 然后和贝奇进入了办公室中 面对经理的质问,贝奇很是疑惑 她立刻否认,不是自己偷了钱包 贝奇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她吓坏了 贝奇接起警察的电话 她除了对着电话连连发誓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论她怎么解释都没人相信 现在贝奇成了整个店里的焦点 所有人开始怀疑起她 可是这些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已经落入了一个不好的圈套 今天贝奇一天都没怎么离开过柜台 但是经理还是相信警察说的话 并且还询问下一步要怎么办 经理按照电话里的要求 检查了贝奇的衣服口袋 只看到了手机,并没有赃款 她暂时先把手机放在自己身上 这也是警察要求的 电话那头的警察听说没有赃款 便让经理再次检查贝奇的包包 贝奇坚称自己没有偷东西 对于这种搜查很是抗拒 经理不顾贝奇的反抗 当着她的面搜查了她的包包 但是里面也没有要找的钱包 经理又向电话那头的警察汇报了情况 警察说,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这说明贝奇很可能把钱包藏起来了 她再次要求经理配合自己 并且说明自己的警察小队 很快就会到达餐厅 虽然经理对贝奇有些看法 可是长期的工作让她知道 贝奇的本性不坏 经理向警察说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警察却立刻反驳说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为了让经理相信 她还声称自己现在就和他们的 区域警察待在一起 很快就会到快餐店 如果经理不配合调查 那么后果很严重 经理为了自己不被牵连 只好乖乖地听警察的话 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证据证明对方是警察 但是她已经完全相信对方的身份是真的 经理按照要求将电话递给了贝奇 警察对女孩说 如果现在交出钱包 那么她要承担的后果将会减轻 可是贝奇真的没有偷钱包 又从哪里去找出丢失的钱包 交给这个警察呢 慌乱的她对着电话大声地解释 可是警察不愿意听到这些 她粗鲁地打断了贝奇的讲话 并且用着威胁的语气说 如果不配合 那么她会用多种方法把贝奇送进监狱 贝奇彻底慌了 她不知道要怎么办 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瘫坐在椅子上 经理接过贝奇手里的电话 继续听着电话那头警察的要求 警察分析说 脏物肯定被贝奇藏在了身上 她要求经理替自己对贝奇进行搜身 这个要求十分荒谬 让接电话的经理面露难色 经理觉得自己并没有搜身的权利 而对方却说 现在我作为一名警察 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利 对方显然是听出了经理的犹豫 她先是严厉地说 配合调查是经理的义务 而且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然后又接着说 这样做 不会让经理有任何牵连的 听到自己不会担责 经理稍稍松了一口气 她开始听从电话那头的指令 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贝奇 听到要进行搜身检查 贝奇当然是很拒绝 自己明明没有偷东西 凭什么要被搜身 在贝奇的一番反抗之后 经理告诉她 现在的情况容不得她拒绝 现在贝奇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脱光衣服接受检查 要么走法律程序 去监狱里待上一晚 贝奇为了尽快洗脱罪名 选择了前者 贝奇想反正自己没有偷钱 搜身之后就能结束了 可她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后面还有更多可怕的事情 在等着她 贝奇要求搜身时 领班胖女孩也要在场 经过协商之后 警察同意了这个请求 领班胖女孩听了这件事 觉得很蹊跷 她也觉得搜身十分的不妥 但是面对经理的要求 她也只好答应 就这样 在办公室里 当着经理和领班胖女孩的面 贝奇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衣服 只剩里面的一套内衣 电话那头的警察问经理 你检查她的内衣了吗 脏物通常会藏在内衣里 然后电话那头又接着问 她的内衣是什么颜色的 这种问题 显然不是正常调查时会问的 但是经理还是没有怀疑 她告诉电话那头的警察 贝奇穿的是棉质的比基尼 警察紧接着 让经理把贝奇的内衣都脱掉 虽然屋子里的都是同性 可是这样脱光内衣还是有点尴尬 为了尽快摆脱罪名 贝奇自嘲了一下就脱下来内衣 经理和领班胖女孩 按照警察的指示 检查了一番确实是没发现脏物 贝奇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洗脱罪名了 可是恰恰相反 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经理询问是否可以让贝奇穿上衣服 却遭到了警察的拒绝 她要求经理把贝奇的衣服打包好 并且说自己一会儿到了之后 会对运物进行化学检测 虽然这话很荒谬 可是经理还是相信了 并且乖乖地照做 面对赤身裸体的贝奇 好心的领班胖女孩给了她一个围裙 这才让贝奇不至于那么尴尬 想到今天总部的人回来检查 经理十分地不放心店里的营业情况 她询问自己是否可以离开 警察犹豫了一下说 必须找一个人看住贝奇 为了防止她逃跑 最好是个男人 于是经理只好让年轻的南京店员凯文 暂时先看管贝奇 凯文和贝奇年龄相仿 平日里的关系也还不错 当凯文听到经理说贝奇偷了东西 他自然是不相信 可是经理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 再加上听到警察马上就会到达 凯文也只好先进入办公室看着贝奇 一走进办公室 看到近似全裸 只穿了一件围裙的贝奇 凯文就有点不可思议 眼前的景色简直让人喷血 和警察交流的电话也落到了凯文的手里 镜头一转 我们终于看到了所谓的警察的真实面目 他是一个中年男子 手拿着咖啡坐在卧室里 显然他不是真正的警察 凯文站在贝奇的面前 接着用电话和贝奇的交流 凯文有点怀疑这个警察的说辞 因为今天一天都没有听到顾客抱怨钱包丢钱了 面对质疑 贾警察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他开始改口说不是钱包丢了 但是到最后 也没能给凯文一个解释 只是说 我没时间和你说这些 听了这些 凯文没有怀疑对方 因为经理跟他说过 对方就是警察 凯文对此也深信不疑 假警察开始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 他让凯文把贝奇身上的围裙脱下进行搜身 毕竟男女受受不清 凯文觉得这也太离谱了 虽然他确实有点想看一看贝奇的身子长什么样子 可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 凯文拒绝了假警察的要求 对方立即大声呵斥 凯文找到经理说自己干不了这件事 说完就生气的走了 经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假警察说这个店员一点都不配合 邀请经理再找个男人看管贝奇 经理听了 连忙向电话那头道歉 店里的人都在忙 恰巧经理的男朋友酒鬼回来了 酒鬼刚刚喝完酒 由于人手实在不够 经理只好先让自己的男朋友酒鬼来帮忙 酒鬼平日看起来十分老实 就连平时出去喝个酒都要给经理示意 看到又一个男人进来了 贝奇十分的紧张 假警察先是和酒鬼闲聊了几句 然后说起了正事 他要求酒鬼无条件协助自己 当他听到假警察对自己说要搜身时 这个男人笑了 他和凯文的反应不同 在酒精的作用下 酒鬼没有犹豫 他直接对贝奇说让他把围裙脱掉 贝奇十分拒绝 这时经理进来给两个人送了饮料 酒鬼问女朋友 我可以照警察说的那样做吗 但是经理并不知道要搜身的这件事情 所以说当然可以 说完几句话之后 经理就走了 假警察得知 经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之后 又接着让酒鬼检查贝奇的裸体 面对陌生的男人 贝奇很是不愿意 电话那头的假警察开始对他施压 威胁他如果不配合调查 将会把他送进牢里 并且坐监狱的时间会很长 贝奇害怕了 他决定照做 在假警察的指示下 酒鬼不仅看到了贝奇的胸部 甚至还让贝奇背对着自己弯腰 抓住了自己的脚踝 以便酒鬼检查贝奇 是否把钱藏在隐私部位 这些都做完之后 还是没有找到钱 假警察接着让贝奇 在酒鬼面前做跳跃运动 贝奇也照做了 他们刚刚做完这些 经理就进来了 贝奇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一样苦苦哀求 可是经理还是没有怀疑 这里发生的一切 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假警察让贝奇接了电话 他向贝奇说 接下来要让酒鬼打他的屁股 因为贝奇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 此时的贝奇已经有些麻木了 他甚至没有反抗 酒鬼也照做了 他听从假警察的话 让光溜溜的贝奇 趴在自己的腿上 然后重重地打起了贝奇的屁股 因为画面太过刺激 再加上假警察说 贝奇需要为酒鬼的耐心 提供一些补偿 贝奇就真的跪倒在酒鬼的面前 用自己的嘴巴为他服务 一发过后 酒鬼慢慢清醒了 他摊坐在椅子上 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 过了会儿 经理又进来了 他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 可是还是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酒鬼说自己很累 就离开了 经理没办法 只好找来了自己的老朋友 工人来帮忙 直到现在 已经过了很久了 可是电话里所说的警察 还没有到 工人接过经理手里的电话 假警察又开始重复之前的说辞 让他脱掉被其的围裙进行搜身 但是工人很正直 他拒绝了电话里的假警察 并且和经理说了这些事 这时候 经理终于觉得不对劲了 他也终于知道为什么 男朋友刚刚的神情那么的慌张了 经理这才给自己区域的警察 打了个电话 可是对方却说 今天根本没有人报警 这场显而易见的骗局 终于被他们识破了 这群人知道自己被骗了 赶紧向真正的警察报了案 警方来了之后询问被其为什么要服从 被其此时已经六神无主 他只是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 警方经过了仔细地搜查 带走了一些关键性的证据 通过认真的调查 警方查到了骗子所用的电话卡的来源 除此之外 他们还得知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同样也是炸鸡店 犯罪嫌疑人使用电话 用同样的伎俩 让很多女孩遭到了侵犯 案件数近高达70多起 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 这场连环诈骗案的幕后黑手终于被抓了 这个男人的知识身份是一个电话接线员 他利用植物之辩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 虽然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但是那些少女所受的伤害 却会在心中烙印一辈子 在后来的一次对经理的采访中 主持人问经理觉得自己有罪吗 经理觉得他确实有罪 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 这场事情过后 经理和男朋友酒鬼就失去了联系 而且经理觉得自己是因为受到了欺骗才那样做的 经理认为自己虽然和贝奇的受害程度不同 自己是被利用了 即使在破案之后 经理还是在为自己的愚蠢行为做着辩护 最后主持人播出了当天贝奇向他求助的监控画面 经理看到这些 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 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沉默了许久 经理开口了 可是嘴里说的却是另一个话题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多人看完电影都觉得这些人好傻 一个电话就能让这么多人听话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根据现实改编的 并且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70多起 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上当 可是它确实会发生 在权力面前 很多人容易丧失自我 或许是出于对权力的过度信任 或许是出于权力的淫威 自我的丧失使道德底线也随之坍塌 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思辨能力 并且过好自己的人生 好了我是蛋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